房间里悬吊着的一个个白色挂布 里面都是来补棉的人 位在波兰西南部城市佛罗茨瓦夫的这间咖啡馆 欢迎消费者来补棉 披上毛巾戴起眼罩 消费者躺进挂布里 挂布包覆全身前后摆荡着帮助放松 这时耳朵听到的是蟲鸣鸟叫的大自然环境音 呼吸的是滤镜的新鲜空气 渐渐远离外界的喧嚣 这间补棉咖啡馆以达文西为名 相传达文西每4小时睡15到20分钟 多阶段的睡眠方式 让他维持丰沛的创作力 补棉咖啡馆也希望以短时间 但高品质的补棉 帮助消费者在白天时充饱店 业者认为不止上班族需要在白天补棉 难民和军人长期面对压力 也需要适时补棉放松 以找回内心的平静 中央社综合报道